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当选之后 不久和蔡总统也曾经两个人通话 那之后当然引发北京抗议跳脚 的确我们拉出来看 那当时川菜热线十多分钟 针对政治经济安全亚洲印太地区的情势 有交换意见 好那么其实这促成这个电话热线 是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叶旺辉 那他后来有爆料 他说川菜通话之后带来大量回响 但他认为川普事后其实不开心 因为随之而来的关注远 超乎他的想象 川普低估了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强烈的抵制 他幕僚一度担心会影响到整个集团的发展 好那在这边 因为刚刚其实委员也特别提到了 说像这位捷克的准总统帕维尔 因为跟川普一样 当时都只是准总统 都是在就任前跟蔡英文总统通话的 所以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才会有一个 都敢在这种压线边缘模糊空间吗 这样子其实 即使在马英九执政的那个八年 我们跟这些欧洲的国家关系也发展得不错 比如说我到立陶宛去 他们的国会的议长就在一个很好的饭店 求我们代表团吃饭这样 那捷克也是一样 捷克后来分成捷克跟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他们在台湾也都有代表处 这个不是民进党的所谓他们的功劳 所以他们的确是有反共的那种声音有上扬 所以他们对苏联 因为他们都被苏联统治过 所以他们对苏联是有反感的 那对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是经济发展得不错 他们也对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盼望 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国家了 所以他们原来的盼望 后来有些变成失望 那因为这一阵子在美国带头 所以的确反中共的那个力道有加强 在欧洲这些国家里面 不管西欧还是东欧 这些国家对中共的反感是有增加的 那很容易的 那就台湾就会有更多一些好感 但是我们要不能期望太多的原因 毕竟是他们对中国大陆还是有盼望 因为他们只要去看双方的整体的国力 整体的资源差距大 所以你想看前日我们跟立陶宛的关系 好像发展得风风火火 签了不少相关的一些协定 我们大概也给了一些的援助 我也送了口罩 他们还给我们AZ的疫苗什么 大家搞得很好 看起来要升格了 要这个代表处的地位要更加提高了 结果还是没有 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因为这些国家也都很聪明 每一个国家都为自己来打算 他们对台湾好 有时候也是希望引起中国大陆的注意 让中国大陆给他们更多资源 所以我们不要去期望说 说你现在给他通了个电话 明天很可能他们的总统 这个就会飞来台湾访问 然后接着可能双方就要开始谈建交了 这个事情不要想太多 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我讲立陶宛 立陶宛是最勇敢 而且是最反共产主义的 结果立陶宛呢 现在大家还有在讲立陶宛的事情吗 没有人讲了 很久没讲了 对不对 立陶宛也没有在讲台湾怎么样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说外交到最后还是要靠你的实力 人家有时候可能会像冷战期间 人家可能拉你一把 美国拉你一把 可是大多数的时候他要考虑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所以台湾如何让自己壮大 是比较重要的 不要去期望外交上说两个人 蔡总统跟对方总统当选人通了一个电话以后 黑暗就过去 黎明就到来 双方可以开始谈建交了 那就真的是想太多了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法澳2加2联合会谈的声明也发出来了 感觉起来是反中挺台的论述是明显升级了吗 因为这是在30号的时候 法澳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巴黎举行2加2会谈 而且公布了第二份的联合声明 强烈反对中国任何武力威吓破坏稳定 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而且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深化对台关系 那最新的这一份联合声明的挺台力度相较于2021年明显升级 那在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长游席坤 在今天下午要到美国华府 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发表演说 而且出席了全国祈祷早餐会 对于是否有机会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呢 游席坤说他是被邀请前往的 会不会见面 他不知道 所有的行程都是尊重住处安排 好那当然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呢 都一直在鼓励台湾要来抗中 那日本一直喊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是真的这个样子吗 来看到这个是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共军要先炸琉球群岛吗 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首度曝光了这一份冲绳逃难计划 主要是因应中国的海上霸权行为 日本政府假定琉球群岛遭受台湾有事波及 因为台湾有事遭受到共军进攻 所以首度公布了冲绳离岛居民 但12万人的避难的完整计划 可以这样 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吗 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有事怎么办 有事就赶快跑啊 那不然怎么办 你还以为什么有事 对他们一直在 对有事然后他就往台湾这边 然后呢大力支援嘛 当然不是啊 所以这都意想一要钟的事情 然后呢刚刚先为花了那么多时间念什么 什么发傲声明的 我也觉得很无聊 我平心而论 请大家聊天室里面的朋友你在呼吗 你在呼吗 你在呼吗 问你三次 这不就是过去几年民进党不断在吹的吗 什么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世界挺台力道全所未有之强劲 讲这些东西 就全部都是用来掩盖自己内政执政不利 或者是反过来说 因为这些事情 然后呢就可以掩盖他们在内政上面 上下起手那些烂事不是吗 就是因为在去年选举当中 这些泡泡都已经破了 所以导致民进党的大败 此时此刻他再把拿出来把这套拿出来 你还会中招吗 你在呼吗 也许民进党的同温层里面很在乎这些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 大家已经醒了嘛 你一直跟我们讲这些 你一直跟我们讲这些 国际上面场面话 我们也听了这么多了嘛 然后你像说接什么 接什么捷克总统的电话 捷克有要跟中国大陆断交吗 没有 有要跟中华民国建交吗 也没有啊 那就像是明媒正取的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私底下打电话给小三小三高兴得不得了啊 开心得不得了啊 他是爱我的 然后蔡英文要跳出来讲说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然后呢就是这样自得其乐嘛 所以这就没有意思了嘛 我真的不会反对中华民国 必须要自己努力发展自己的外交关系 可是你过头了 然后以未操作而操作 然后整天把那些口惠而食不至 或者是连口惠都没有的那些自我脑补的这些东西 都给他捧上天 都给他胡吹上天 就真的很无聊 我们此时此刻在国家的内政上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去解决 要去处理的 大家还没有被骗够吗 我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几个月前在这边讨论 说我说抗中保台这个已经走到尽头了 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的 其实正好是民进党可能原本寄望的最大力夺 就是陪洛西议长来台的时候 他来台的时候 民进党也许会觉得说 在过去两年两三年的那个大内宣的节奏之下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大大加分啊 坐实了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那民众又要高潮一波啊 结果殊不知 结果殊不知 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 那是去年选举结果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后来大家发现说 你的抗中保台 你只会喊抗中啊 当真的人家军演都已经开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什么屁事都做不了 你只会叫大家 你不要抬头看嘛 一百公里至上哪算领空啊 没看就没事啊 就只会告诉你这些 然后什么事都做不了 后来发现抗中保台这件事根本就是个骗局 你只会嘴巴上喊抗中 你实质上你也抗不了中 那更别说你做不了保台 你嘴巴上 就什么都做不到嘛 什么都做不到 然后你只望的美国呢 培洛西人在台湾的时候 航空母舰在附近 人走了之后开始军演之后 航空母舰就走了 一路远洋啊 一路远洋 然后什么事情美国也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 然后再从前年的阿富汗 到去年的乌克兰 所有民众都已经在 都已经在思考这些事情了 你跟我们讲的所有事情 好像都不会发生耶 美国会停回台湾吗 不会啊 好像不会耶 真的 就是会像把台湾搞得跟乌克兰一样啊 就像会把台湾跟阿富汗跟这个乌克兰一样处理啊 然后你说这个我要抗中保台 民进党支持队守护台湾 你好像你什么也做不了啊 你甚至比国民党执政时期更闹啊 你既然没有办法维持和平的关心 你又实质上拿不出什么样的力量来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一些泡泡都已经破了 那所以现在也许在主观上面 或是这些西方世界 基于它自己内部国内政治的需求 还是拿台湾来操作 它国内政治的杠杆 或是反正反正这也没有什么成本 就讲一些让你高兴的话 然后我们这边还是继续在维持这样的操作 但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有点像是前驴祭穷啊 搞了半天还是这个老招 你还会再配一片吗 这个议题根本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自由时报连续两天把它写到头版来啊 但是有多少民众在意呢 我是觉得 不会再起任何作用了 这一篇文章我刚刚特别去看 蔡英文在脸上po了这样的文章 两个小时了 按赞还没有破完 按赞互动还没破完 下面还有一堆人在聊说这个重要吗 就是现在台湾民众已经醒了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